我的孩子也可以当股东 你的孩子曾经买过迪士尼的产品吗 有没有可能下次当你去卖场的时候 看见别人在消费 而你却在赚钱呢 书里面最后一个章节 老师会跟你提到 如何教孩子从生活中去认识投资 当孩子学会之后 他就会像戴上巴菲特爷爷的眼睛一样 用投资的眼光去了解这个世界 从随处可以看到的便利商店 到世界级的饮料公司 都是我们可以教孩子的素材 爸爸喜欢的电通车 特斯拉 妈妈爱的苹果电脑 孩子想去的迪士尼 这些都是孩子可以投资的标的 从小就让孩子学会把每一分的钱 都把它变成投资 而不是花费 举美国股票的例子来说 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 只要买进股数 一股就可以了 像广为人知的可口可乐 如果你有45块美金 你就可以买进一股 成为他的股东了 你知道吗 经过统计哦 全世界每一天都会有 一亿八千万瓶的可乐杯喝掉 想想看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对于可口可乐这间公司来说 一瓶可乐利润只要 十美分 这家公司每天现金流 就流入了 一千八百万美金 试问 世界上有哪些公司 可以一天赚金 一千八百万美金啊 如果孩子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身份上就不一样了哦 当他下次在卖场的时候 看到消费者 一箱一箱的可乐在搬 他应该觉得很高兴 所以请你记得 跟孩子解释投资 应该要从生活中取材 并且教育 实际投入是最好的哦 最后请你记得 买一家公司的股票 就是参与一家公司的营运 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必须要有长期的眼光 才是正确心态哦 短进短出啊 这并不适合孩子的金钱规划 身为家长的我们 要先能够区分 投资跟投机的差异哦 投资啊 就很像养一只 会下金蛋的鹅 在这书里面会告诉你 如何跟孩子 从生活中观察 善用利用钱 还有红包养出一只 会下金蛋的鹅 我是布兰恩 欢迎来到这本书中 跟我一起学习 让我们一起跟孩子 玩出好财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